如果欲念太多 就算仍然保有本心 那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要诀在于寡欲 良知很容易给氏欲蒙蔽 所以利会令人治婚 人不可以做氏欲的奴隶 氏欲 怎样令人治婚呢 氏欲是创造的动力 但也是罪恶的泉源 氏欲有善物的区别 氏欲多了 就会蒙蔽人的善心善性 所以能保存的善心就会少了 听问老师 您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说话 我也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那么到底什么是浩然之气啊 那是很难用一两句话去解释 这种气极其浩大 极其有力量 用正直去培养它 而不加以伤害 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 不过这种气 一定要和仁义道德相配合 否则就会缺乏力量了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力 心中时刻谨记 但也不能一厢情愿地 去帮助它生长 就像宋人一样 宋国有一个人 嫌他种的和苗长得不高 于是就跑到田里 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拔高 他累得气喘吁吁地 回到家里对家人说 真的累死了 不过呢 我总算让和苗一下子 长高了很多 他的儿子跑到田里去看 发现和苗全都哭死了 老师 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那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吧 穷寇莫追 来者不拒 有一天孟子到了滕国 因为孟子的学问传遍天下 所以他的到来 也引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人 在孟子住的客殿里 聚集了许多 很想听他讲学的人 某一天晚上 客店的小二 把一桩做好的草鞋 放在窗底下 但是 等那些听孟子讲学的人 都走了之后 他发现草鞋不见了 是谁偷了我的鞋子 谁偷了我的鞋子 后来他就去找孟子 先生 在听你讲学的人当中 竟然有小偷啊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 来听我讲学的人 偷走你的草鞋呢 没有没有 我没有亲眼见到 我的原则是 穷寇莫追 来者不拒 只要他想听我的讲学 那么我就会大开欢迎之门 孟子的穷寇莫追 来者不拒 和孟子的有教无类 如出一辙 孟子七篇在精神上承接了孔子的论语 更提出了著名的姓善论 到后来更被人尊称为亚圣 地位仅次于孔子 读书 读书破万转 夏宾一如山 画家鱼的方式 昨儿来 碰到 纸上去谈平 不准又穿雨 不准又穿雨 三千年青天 两半冲的乡 心雨似流水 鞋马才有枪 驰骋滴滴 小声 独树风 幻圈 夏宾一如榴山